接下來是你敢問我就敢答 順寬可以自由發問 就直接勇敢提問吧 我們先請女生語言 好 我是好奇她 就是交過幾個女朋友 交過幾個女朋友 就是 妳看算不出來了 害羞了 就有個吧 那還好 還好 這也還好 我以為妳交過十幾二十個 沒有 我因為一個人 很正常 滿常的 對 就如果聽到有那種 她交過十五個以上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可以換那麼多個 就短短的時間 對 就會好奇 是不是個性有問題 好 那我問就是 妳跟家人的關係是好的嗎 我嗎 因為我是比較重家人的 所以我跟我家人是滿好的 就是很像朋友 就是無話不談的那種 很好聊 那我想問你 你做過有沒有最壞的事情 做過最壞的事情 對誰 對家人嗎 不是 就是人生一定會有 例如說做過什麼壞的事情 最壞的事情 等一下我這個沒想過 最壞的事情 對 例如說你對另外一半 很壞或是什麼 妳說對女朋友嗎 對 對女朋友 就例如說生氣的時候 你有可能怎麼樣 我生氣比較會就冷掉的那種 對 然後要討論的那種 不會就啊的那種 不會 對 你會消失嗎 也不會 對 有可能是 所以是不太會生氣那種 不太會 對 但是會生氣 但是當然會生氣 對 因為這個沒有回答到 最壞的事情是什麼 對 因為要有最壞的事情 最壞的事情 例如說你有沒有 你是從多段都這麼好的好人嗎 對啊 怎麼可能知道那麼好 一定會有 最壞的事情 例如說無縫接軌 就是跟這女朋友 你剛剛說 就是跟她一起煮飯的時候 然後呢 燒過她煮的牛排 燒焦她的牛排 燒焦她的牛排 就這樣 沒有開玩笑的 等一下我想一下 我真的最壞的事情 好 那我問別的 好 那我問 因為我們 因為想說 感覺日本男生都比較變態 那你十分 有幾分變態 八分吧 蛤 很誇張耶 為什麼 不是很高嗎 就是男生都是變態 真的假的 對啊 你會繼續看變態 哪些方面 對啊 那例如 你的變態是 這個是 這個是有講嗎 八分到底變態在哪裡 這是主持人問的 瓜子插花問的 八分來 這個是幾點的節目 變態是什麼 我不是一直想這樣子的 東西的意思 就是跟女朋友 就秘密的那個時間 秘密 就是 對 好 了解 好 那我問妳 我問妳好了 趕快轉話好了 妳週末 或者是有休息的時候 做什麼 妳說什麼 週末 就是我剛才有說 我喜歡出去玩 我就是會出去 例如說 山 也不是爬山 因為我剛才有聽到 妳說妳喜歡爬山 因為我是那種 一爬山會 很不舒服那種 為什麼 我會 因為我那個 紅 那個女生的紅血素 血球什麼 就是比較低 就是很容易頭暈 然後我知道 暈倒閃整嗎 對 類似那種 就我可能一上山 我就會暈倒那種感覺 對 但是我就是會 可能開車 然後到處 例如說海邊 我很喜歡去海邊 然後去拍拍照 然後去那邊吃海產這種 對 假日通常都是這樣 通通都是 好 那 好 這一題 因為這是我原本想的 可是 因為我是想問妳說 妳交往五個 那通常妳甩人 跟妳被甩 總共幾次分別 就是我被 別人甩 跟自己甩別人 被甩 被分手還是自己 就被分手啊 這個是 我比較多 被甩 不是 我修得比較多 對 主動提分手 對啊 怎麼跟他說分手 我會直接修 就是我想分手而已 對 妳會說明原因嗎 當然會 那女生如果不願意呢 對啊 女生說我不想分手啊 還是通常都想分手 對 通常也都想分 對啊 真的假的 所以對方也是有一點親到 你也發現到 你們感情變了 對 應該是吧 對 你這麼會抓時間喔 這麼 你就直接說 我們分手吧 這樣喔 沒有 沒有那麼直接啦 不會啦 對啊 你總會有一個 不會 說 我要去台灣 你要去紐約 還是說 對 那個女生的話 會這樣 對 或是 你總會講一個什麼吧 我會說 就是那個 因為我覺得 那你通常用的 分手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我覺得 最近我們的 就是 關係 然後就是 交流的時候的感覺 有一點清淡了 冷淡 冷淡 那你不會想說 要跟他溝通變好 就直接說分手 對 我的想法是 就是那邊要討論的感覺 對 但是要想要分手這樣子 如果有機會的話 就要以示 對 水 OK 好啦 你們兩個自己聊 繼續 好 那我問你就是 你喜歡煮飯是不是 對 那喜歡煮什麼飯 我就是 看另外一半 喜歡吃什麼 我就會煮給他吃 怎麼那麼厲害 可以點菜喔 一定可以 好適合 也沒有特別 因為其實現在女生會煮飯 你只要看食譜 就是備料什麼的 都可以煮得出來 所以我就是會 依照他口味 因為我是那種 服務型的那種女優 就是他想要怎麼樣 我就怎麼樣的那種 那日本料理也可以 也可以啊 是說生魚片嗎 現在不會生魚片 日本料理 綠式口味的那種 可以啊 因為現在不是很多 日本的那種 食譜 如果喜歡 就一定會想辦法生出來 因為為愛就是 我是那種為了愛 我就是會獻出我所有這樣 就算我跟他在一起 我沒有說到超級無敵喜歡他 但是我就是會 付出我的一百分 這樣子 所以妳前面很嚴格篩選 對 選擇了妳就會全力付出 我就會全力付出 那如果付出過程中 發現這個男生 有一些狀況 我就會馬上分手 妳會馬上停損 就是 對 我就是會付出 可是後面就會馬上分手 妳這麼果斷 我非常非常果斷那種 就是 再難過都要分手 我可能會發現 例如說我一開始覺得 他個性很好 然後跟他在一起以後 我一直付出以後 我發現他可能不孝順 很愛抱怨家人 或者是 脾氣不是很好那種 就是可能他家人 明明就對他很好 可是他就沒有 那麼重家人 我就可能會 我會心裡會 一定會知道 我這個人不適合結婚 我只要知道 不適合結婚的話 我就一定會分手 因為我覺得幹嘛浪費時間 對 很過斷 OK 好 好 談到目前為止 兩個人可以先來打 第一階段的印象分數了 好 到目前為止 你們對雙方的一些個性 應該有一些了解了 好 1到10分 給對方幾分呢 好 我們先打印象分數 今天聊到了現在 他的談吐 他的講話的內容 他跟你的三觀合不合 你對他的印象如何 好 數到3 1 2 3 秀書答案來 很高耶 很高 沒想到 不過因為你 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我們節目通常都是八分起跳 你們兩個 這不算高分好不好 對啊 所以兩個都是嚴格型的人 所以六分也七分 下面是要怎麼錄 那不錄好了 沒有 太好笑 我先問一下 六分怎麼回事 就是我是 六分是及格分 對 及格嗎 對啊 總共十分 六就及格而已 因為是還是 不太了解的 不太了解的部分 有一點太多 是 然後但是我是喜歡是 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 然後獨立的人 然後他是好像是 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感覺也是有獨立的樣子 好 是保留空間 對 女生很少被打六分的耶 不會 我覺得他這樣比較好 因為他如果打太高分 人家就會覺得他很變態 剛剛變態是八分 現在給女生六分 沒有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就是他會想要多認識 就會覺得 想法跟我比較像 好 那妳的七分是 我七分是 我覺得他就是都完美 可是那個三分是要認識 可能是要聊天 對 然後有一分是扣給他 就是被欺負的時候 就都沒有反 妳本來是八分的 因為我不想要他被欺負 妳喜歡比較有個性的男生 要有一點 爭取自己的權力 對 要有爭取 因為妳剛才說妳想要獨立那種 通常獨立的人都會爭取 可是妳就是也要成為這種人 好 OK 好 單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喔 請大家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或者是掃下面的QR Code 同時一定要記得要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內容 而且有很多網路獨享的好影片喔 還有還有記得分享給妳的親朋好友吧 觀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